世界十大智商最高的人中 爱因斯坦排第九 而霍金只能垫底 那么比他们智商还高的都有谁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0.史蒂芬霍金 IQ160分 霍金以160分的得分 成为全球第十智商高的人 他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 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也是20世纪享有国际剩余的伟人之一 他的高智商体现在 他对宇宙爆炸的每一项解释中 他凭借一本《勃勃的时间简史》 征服了全世界3000万读者 这是他被公认为超越职责范围的聪明人 9.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资料显示 爱因斯坦的智商估计在160到190之间 因为他从未亲自参加过智商测试 所以许多人都说他的分数可能更高 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 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被公认为是继加利略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1999年12月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纪伟人 8.朱迪特·波加尔 波加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匈牙利国际象棋棋手 自出道以来几乎一直参加男子比赛 并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战绩 1992年2月4日 波加尔被国际奇连授予国际象棋特辑大师的称号 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特辑大师 7.达芬奇 IQ 180-190分 智商专家未能掌握达芬奇的确切智商得分 因为他的科研覆盖面十分广泛 涵盖艺术、地理、数学、雕塑、技术和文学等各个领域 现代学者称他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 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权材 爱因斯坦认为他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发表 科技可以提前30到50年 6.加里·卡斯帕罗夫 IQ 194 加里是一位有俄罗斯血统的著名骑手 在1985年至1993年之间 他的智商得分一直保持不败 后来与IBM超级电脑深蓝的对异 使他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 5.金雄荣 IQ 210分 金雄荣是出生于韩国的神童 三个月就能说话 六个月大的时候便会说英语、日语、韩语和德语 四岁时就进入了韩国的汉阳大学 一时震惊了全世界 后来他受邀进入NASA担任研究员 在NASA工作了10年后 他决定回到家当老师 现在在韩国信教大学任教 4.克里斯多夫平田 IQ 225分 1996年13岁的克里斯多夫 获得了当年的奥林匹克物理金牌 一年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就读 16岁直接进入NASA 研究人类定居火星的可能性 3.陶哲轩 IQ 225-230分 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 是一位华裔数学家 他的父母是香港移民 他是赢得菲尔斯奖的第一位澳大利亚人 也是继1982年秋成桐之后 获此殊荣的第二位华人 目前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 2.玛丽莲·沃斯·萨万特 玛丽莲在10岁时 第一次接受了智商测试 测试结果高达228分 截至2012年 吉尼斯世界记录 认定他为人类中拥有最高智商的个体 玛丽莲现在从事文学创作 也编写剧本 在一份杂志上开设了专栏 名为《向玛丽莲求教》 回答读者各式各样的问题 从琐碎小事到人生感悟 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惊人的天才 几乎能够回答任何领域的任何问题 而且非常乐于解决难题 但是也有人认为 他是浪费了自己的才能 1.威廉·詹姆斯·西迪斯 IQ250-300分 他是一名悲剧性的天才人物 拥有极高的数学和语言天赋 他的智商估计可达250-300分 他在4岁时就已经精通法文 9岁就在哈佛大学 做思维空间的讲座 11岁时开始专注于数学研究 后来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 最年轻入学者 可以说创造了历史 但是在他成年后 却没有常人期待的成就 在46岁时死于脑中风 此时一贫如洗 先天的智商高固然是好事 但是智商高低并不是获得成功的唯一条件 大量事实证明 兴趣、动机、意志、性格等非智力因素 同样影响着个体的智力发展 因此后天的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 同样可以造就人才 对我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集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